开明台风重创高雄山区 其中桃园区三个里约915户 停电长达三天 开电人员徒步一小时挺进抢修复电 另外 名坝克路桥钢变桥遭冲毁 三个里沦为孤岛 工程单位也急忙抢修 而在台风侵袭的当下 一度传出黄跌脆骨有29名血童受困 好在后续全员平安 当时的救援画面也曝光 江峰吹袭 庞陀大雨 但国军弟兄救难人员依旧挺进山区 开米台风侵袭当下 25号传出高雄美农区黄跌脆骨 有29名血童跟8位老师 由于道路中断而受困 相关单位前往救援 救难人员在前引导下 血童跟老师一位接着一位 通过满布土石断裂树木的道路 最终所有人化险为夷 而这回台风重创高雄山区 其中桃园区三个里约915户停电长达三天 台电人员27号傍晚也徒步一小时挺进部落 爬上电杆不畏风雨 台电人员进行抢修 感恩 谢谢你 终于修复电力 台电英雄爬下电杆以筋疲力尽 辛苦了 辛苦了 尽管电力恢复 但明霸克路桥刚变桥遭冲毁 三个里人沦为孤岛 现在工程单位也先抢通东庄桥 再修缮明霸克路桥 我们市政府也会全力来协助攻守 能够尽速地把这个道路来做抢通 至于纳马夏区道路也中断 路面严重军裂 山壁土石滑落 如今相关单位全力抢修 就要加速恢复连外交通 既有高雄桑马导